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甲生本学起数学科的平常成绩 第一次期中考,第二次期中考,期末考 他的分数分为这个 所占的比重分为这个 这比重全部加起来是1 占30%,20%,20%,30% 加起来是100%,就是1 那么他问说,最后成绩应该是几分? 好,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最后的成绩 我们用μ代表 就是说平常分数是83分 乘以他的比重占30% 这样多少呢? 这个第一次月考68,比重占20% 那加多少呢? 第二次月考,期中考,考87分 比重占20% 期末考,考74分 比重是占30% 38就是0.3了 所以这样加起来总共多少呢? 总共 这个 83 乘以 38就是 0.3 加上 68 乘以 0.2 加上 87 乘以 0.2 加上 74 乘以 0.3 总共是 78.1分 所以呢 他的总成绩是 78.1分 学习成绩是 78.1分 8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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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